網紅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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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我今天來到網路天空 然後來試我的設備 其實之前呢 我做直播就是第一次 也是來網路天空老闆這邊 因為我覺得老闆很熱心 然後他真的會願意讓我在這邊 一個一個的試唱 一個一個試用 所以呢經過了快兩年 我還是回到這邊來試了 他的樣子就是很多元 然後他就是一個混音器 那我覺得呢這一次我個人是想要做升級 可是我後來發現呢 像是我用了這一個 就是YAMAHA的 MG06X 就是特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我想要做升級 可是我發現以我個人的話我試完 其實我覺得網紅5號並沒有 不好反而他 我可能也可能是我用熟悉了 可是其實當我用了YAMAHA這個 他也並不是說 比較差 可是我真的覺得每個人的音色音質不一樣 那你有的時候去 YOUTUBE上面看 去聽那個聲音都沒有辦法跟你自己本人試唱 然後去調整來的準確 所以說其實我用完之後 我反而也沒有買YAMAHA這個 我還是覺得我原本的網紅5號 就已經很不錯了 所以我覺得 這個也是 我覺得老闆也很中肯的地方 他也不會說 啊你一定要去換新的啊 還什麼啊 就是他就會很真誠的說 欸其實網紅5號本來的表現力就很不錯了 那這個是音效的部分 那再來是我覺得麥克風 麥克風我原本就是用最 就是一般大家普遍都知道的UP890 那UP890的話 就比較承受不住我現在就是比較高亢的聲音 所以說呢 後來我也是換了一個比較好的電容麥克風 然後是這一個 這個是我最後買的 AKGP120 那原本呢 還有一個就是大家比較普遍會去比較的 AT2020那一支 那其實那一支呢 也沒有不好 可是一樣就是每個人的音色不同 那那一支的話就比較沒有辦法 承接得住那個比較高亢的聲音 那反而是這個的話呢 他如果我不管是唱的再忘我 他其實都承接得住 我覺得以直播來說 聽眾的聽感聽覺也會比較好 所以說呢 我後來呢就是改成了這一種 所以其實對我來說 是很不錯的 那大概就是這樣子 那謝謝 謝謝你們聽我說聽我分享 那也謝謝就是網路天空的老闆 他一直都很好 所以每次來都很開心也很放鬆 那很感謝現在可以就是 願意這樣子花這麼多的時間 來讓我們去一個一個市場 那也希望來這邊的大家 也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最好的器材設備 看到了